一花一世界,一夜已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父母老了之后到底要不要和儿女住在一起 一位62岁的张阿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两个孩子男孩女孩 她女儿也成家了 她退休后本来是班和儿子两夫妻一起生活的 但曾阿姨退休了一年后 就直接打包行李回老家了 永不参与儿子的家庭 也不和他们同住 一起来看看曾阿姨的故事 我老伴十年前就去世了 当时老伴去世后都是我一个人住的 60岁的时候我退休了 我儿子说怕我一个人孤独 就回来接我过去和他们一起生活 当时听到儿子这么说 觉得他很有孝心 于是就答应了 就这样,我搬到了儿子家 刚开始儿媳妇对我还不错 我们婆媳也处得很好 儿媳经常问候我 她叫我不要做那么多家务 有空去跳跳舞 这三三步 要么就是去外面和一些阿姨聊天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 我儿媳妇就叫我做这做呢 刚开始只是让我帮忙打扫打扫地 后来又开始叫我做饭 后来直接叫我做完家里的所有活 顺便带孩子 我之前以为儿子是有孝心 让我去享受生活的 没想到才舒服了一段时间 就要给他们一家洗衣做饭 还要带孩子 所有的空余时间都没了 我退休之前 我就已经计划好了我的退休生活 该怎么过 我当时想着去跳跳广场舞 养一个小狗 然后呢种一些青菜 一个人在老家 舒舒服服的过退休生活 然后再找一些老朋友 唠唠嗑喝喝茶 这样的晚年生活 算是完美的了 可是 往往想象的美好 但现实却是很残酷 我万万没料到 来儿子家后 我的退休生活 就是给他们做免费保姆 带孩子洗衣做饭 每天都有忙不完的工作 有一次周六晚上 我在搞卫生 当时我儿子喝 我儿媳说 我们两个人放了四天假 要不我去外地玩玩 不然待在家太无聊了 我儿子说 孩子在家没人带 我们两个出去玩 会不会有点不负责任 儿媳笑着说道 怕什么 又不是抛弃孩子 家里不算还有妈带 有他在 还怕孩子没人带 于是 他们两个就决定好第二天 去外地玩几天 说实话 我当时很生气 因为 和他们住在一起后 家里所有的事情 好像都是我的事 我来这里后 我儿子儿媳 每天吃完饭 就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看电视 而我却在忙碌 你从来不帮忙 我偶尔想去朋友那里玩玩 都撤不开时间 因为家里还有很多家务 活等着我做 孩子还要我带 但我儿子儿媳 就直接把孩子丢给我 两个人在外面玩得逍遥自在 越想越生气 他们现在所享受的生活 应该是我这个老年人的 怎么他们比我过得还舒服 而我却累死累活 伺候他们一家 我在家想了好多天 终于做出结论 我要为自己而活 要去享受我的生活 我直接和儿子说 我要去见一位老朋友 要出去几天 让他们生活自立 当时我儿媳就不高兴了 就直接说 妈 你还有闲工夫出去 家伙活不做了吗 孩子不带了吗 你就这么忍心 让我们做这些 我当时冷笑了一下 没有理儿媳 我就纳闷了 怎么就是我的事了 儿媳看我不理她 也没有再说话 只好在那里生闷气 第二天 我就去了一个老姐妹家 她住在外地 以前本来 她也是我那边住的 然后她跟她老公 搬到外地去了 但是我和她的感情 一直都很好 我参观了一下 她的生活 她过得特别舒服 天天在家练跳舞 要么就是出去旅游 各种各样 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特别羡慕她 她的退休生活 一点都不孤独 反而过得很美好 她说自从退休 她没去儿子家住 她儿子也叫 但她不肯去 因为她知道 去和儿子住 在一起就会是做保姆 所以她不会这么傻 退休生活 是她自己的 不应该还要 为别人操劳 我真的特别 敬佩她这种精神 在她家住了几天 我就回去了 又要给儿子家做保姆 但我也想到 我那姐妹的生活 我就不甘心 心里在想 为什么别人 都能够做到 我却做不到 我一定要为自己活一次 要不然哪天去世了 都没有享受过生活 那真的太可怜了 于是 我就和儿子说 退出他们的生活 我儿媳不肯让我走 但我下定决心 他们也阻拦不了 后来我就回老家了 回老家 我过上了退休生活 每天做一些 自己喜欢的事情 日子过得很充足 把之前规划好的生活 现在终于实现了 我再也不想再去 给别人做保姆 我要为自己而活 反正我已经为儿子 付出大半辈子了 她的生活 应该是她自己走下去 而不是还要我操劳她 农村有句属于 树大会分鸭 家大要分家 儿女长大之后 就要离开父母 另起炉灶 不管家里多穷 都别一锅端 决定一个家庭 是否幸福的 除了金钱之外 就是感情 夫妻的爱 父母对儿女的爱 儿女对父母的笑 缺一不可 很多老人以为 养儿养女能防老 等自己年纪大了 腿脚不利索了 就去儿女家里住 不管怎样 还能够吃饱穿暖 其中的矛盾 经济条件等因素 却没有充分考虑 殊不知 人老了 和儿女走得太近 就是一场灾难 一 老人和儿女一起住 有很多附加条件 儿女长大以后 不仅会赚钱 还会结婚成家 老人和儿女 一起住 不仅要儿女同意 还要看女婿 和媳妇的态度 我的大伯父 把一辈子积蓄拿出来 给了女儿买房 大伯父年迈的时候 准备去女儿家住 可是女儿拒绝了 女儿说 公公婆婆都在家里 如果娘家的老人 也过来住 哪有那么大的房子 哪能管得了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可惜大伯父只有一个女儿 要是靠不住的话 只能在乡下孤独终老 人到了五六十岁之后 要懂得 并不是你把所有的财产 都给了儿女 老人就可以 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 父母对儿女的 适度之情 令人感动 但不要期待 有太多的回报 期望越大 十望越大 家下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儿女的家庭也不容易 老人住进来之后 困难就更大了 二 和儿女走得太近 钱财方面扯不清 作为父母 没有办法两碗水端平 只要有两个儿女的家庭 父母总是会厚此薄鄙 如果父母和另一个儿女 走得太近 那么父母就会 有偏爱的嫌疑 另外的儿女 就会远远地躲开 把这样的任务丢出去 父母拿钱给儿子买房 女儿觉得自己吃亏了 拿钱给女儿做嫁妆 儿子觉得父母胳膊往外弯 父母站在中间 两头受气 如果一家人为了钱财 对补公堂 自为不好受 最苦的是 有的父母把钱财给了儿女 但儿女不孝顺 落得晚景凄凉的象征 聪明的父母总是会留一手 等自己年迈的时候 还能老有所欲 哪怕是住养老院 也比看儿女的脸色强 三 老人最好不要和儿女走得太近 父母和儿女之间 需要牵挂 问喉 帮助 但是不需要时时刻刻在一起 距离太近了 安全感有了 但是美感没有了 矛盾也暴露了 距离太远了 有美感了 又绝对不够安全了 唯有一碗汤的距离 才能让这份心情 更加浓厚 也就是说 从母亲家里 端一碗汤 到儿女家里 还是温热的 歌手刘德华说过 对家庭 父母 兄弟姐妹 不要计较他们 赠给你什么 对你好不好 而你的责任 就是需要对亲人 做到最好 尽最大的努力 去帮助他们 不管用什么方式相处 距离有多少 作为儿女 一定要包容父母 哪怕父母很偏心 亏待了你 也不要计较 毕竟 骨肉至亲的感情 是割舍不掉的 吵吵闹闹过日子 也要过下去 把心放宽 把爱放大 管好自己的嘴 家庭 才会更加和谐 不管父母做了什么 其初衷 一定是 为了你好 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 时代背景下 养老话题 一再被热议 一个人辛辛苦苦 奋斗一辈子 最怕的 莫过于老无所养 老无所依 在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 相当一部分老人认为 一家子热热闹闹 还有儿孙绕席 才是真正的天伦之乐 再加上 年纪越大 就越喜欢热闹 害怕孤独 万一有个头疼脑热 身边也好有个帮忙照顾的人 因此 他们会更加倾向于和儿女住在一起 然而事实却是 老人和儿女住在一起后 不一定都能过得轻松幸福 有些老人因为阅历观念的不同 与子女经常发生争吵 有些老人放不下自己大家长的心理 过分插手 子女的生活 家庭关系越来越僵 还有些老人过分心疼子女 什么家务活都抢着干 在儿女家住着比自己独居都还要累 有过这些经历的老人不在少数 大量的事实都在告诉我们 不是所有老人与儿女住在一起 都能享受天伦之乐的 特别是以下三种老人 与儿女住在一起 矛盾可比快乐多 一无法接受新观念的老人 中国有句老话 家有一老书有一宝 具体指家里长者的人生阅历 和穷尽一生摸索出来的规律道理 对于家中小辈来说 是一笔隐形的财富 这一话虽然不错 但时代一直在扁迁 就像有个词叫做推陈出新 意思是只有不断地抛弃成就的观念 接纳和吸收新兴事物 我们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老人的人生经验固然重要 但如果固执地把自己的认知经验奉为规告 既不接受新思想 也不允许他人质疑自己的观念 那么这样的老人与儿女相处 就很难享受天伦之乐了 老家的李叔两公婆才五十多岁 身体很硬朗 两个儿子也相继在这几年成了家 生了孩子 按照他们的设想 去帮儿子带孩子 那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在大儿媳怀孕那会儿 邻里闲聊 谈论带孙事宜时 老人就开始在心里盘算 要放下家里的农田果树 去大城市继续发光发热 再创价值 可等孩子出生以后 老人来照顾月子 生活习惯的不同 育儿观念的不同 而且老人对孩子不自觉地更多关注 对产妇的照顾时有疏忽 多多少少产生了矛盾 让产后的新手妈妈比较多负面情绪 对于日后长期要老人同住 带孩子的事就更抵触 除了月子后 老人被告知 年轻人有自己的打算 儿媳决定自己全职带孩子 不想隔带育儿 老人无奈只好又回老家去了 除了育儿观念的不同 年轻人的消费观念也和老一辈有很大差异 老一辈的人通常崇尚节俭 而随着时代发展 养生营养等词 更频繁地出现于现代年轻人的观念之中 简单来说 就是现在比过去吃得更为精细 老人可能会为了几毛钱 而跑遍整个菜场 与摊主讨价论价 甚至会挑一些不太新鲜 但更便宜的菜回来 儿女一旦鬼犬 老人就不乐意 总拿自己当标准 我就是这么吃过来的 怎么就没见身体有点什么事 而看到儿女一辈想吃什么买什么的时候 老人就要上前阻止或者加以制责 省着点又不是有金山银山 这样一来 老人与儿女的矛盾就产生了 这样的老人一直觉得自己是有利的一方 殊不知 在儿女心里已经成为了讲不通道理的存在 我们一直在强调谁带在变 许多新观念 新思想翻涌而出 老年人如果一直不肯尝试接受新思想 就算与儿女住在一起 最终也难免与儿女的心渐行渐远 二 无法接受儿女生活习惯的老人 我个人平时比较喜欢听长辈讲讲他们过去的事 他们过去的生活 有些是我们难以理解的 每次听都会感慨 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差距往往超越了我们的想象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母亲跟我讲她小学后上学 常常四五点就得起床 那时候条件不好 上学都得靠双脚走 走个几公里 别看起得早 等到学校也就刚好赶上上课 到我们这辈了 得益于出现自行车等交通工具 去学校的路程大大缩短 再到我的孩子 且不说校车接送 就说遇上特殊情况 学校还会组织网课学习 这些无不是在提醒我们 生活环境变了 生活方式也就变了 在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方式之下 会培养出不同的生活习惯 这些生活习惯并不是纯主观意愿的成物 而是身受时代的影响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如果一个老人完全不能理解和接受 儿女的生活习惯 那这个家庭必定争吵不断 就像是最基本的饮食机关 老人年纪大了 喜欢吃一些清淡好消化的 但儿女未必能够陪着一起吃 现在年轻人在结束一天高强度的工作之后 更愿意吃一些够味的食物来释放压力 更别说与朋友相聚时 还要小酌几杯 如果老人跳出来长篇大论 坚持不允许儿女吃重油重盐的 还要求儿女别喝酒对身体不好 无疑会惹来儿女厌烦 除此之外 神到晚年容易精神不济 很多老人都有早睡早起的习惯 反观儿女一辈 不说工作加班 就是平时也是宁愿躺在床上玩玩手机 也不会那么早睡的 可有的老人就是看不惯儿女晚上不早睡 早上不早起的习惯 一到晚上就叫儿女回房睡觉 一大早就叫儿女起床 长次以往 矛盾也就爆发了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 每个年龄段也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老人不能以自身作为标准 去要求儿女 儿女也要理解体谅老人 这样才能家庭和乐 三 过分干涉儿女生活的老人 还有一种老神 年轻时强势惯了 认为自己吃过的盐 比年轻人吃过的饭都要多 有着宝贵的生活经验 觉得年轻人做得不对的地方 自己有责任去干涉和改变 所以当两代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老人就喜欢不断的说教 让年轻人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事 如果不做就是不笑 其实老人们认为的宝贵人生经验 除去持穿方面 大都来源于过去年代 早已不适应现代高速发展的社会 老人们因为身体退化 渐渐被时代淘汰 对时代抛弃的恐惧感 和无法放弃的自我骄傲感 让他们喜欢通过说教育控制 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感 这样的老人也是很难享受到天伦之乐的 比如在孩子的教育方面 孩子的教育问题 一直是很多儿女与自己父母矛盾的爆发点 有的父母对孩子管束比较严格 不会一味满足孩子的要求 即使孩子哭闹 也要跟孩子好好讲道理 但有些老人看见就不满了 孩子一哭 他们就要上去护着 阻止儿女的教育 这样一来 不但老人不满 儿女心里也憋着气 一旦孩子闯了什么祸 老人的宁爱就成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不仅仅是孩子教育问题 有的老人甚至连儿女的工作 社交方面都要干涉 不满意儿女目前的工作 便成天的吵闹 天天在儿女面前提起 谁家的孩子是做什么的 要儿女向其学习 不满意儿女的朋友 便怂恿儿女与其断交 问其原因 又说不出个所以然 只说自己不喜欢 这些看似荒诞的言论 其实不少朋友却深有体会 老人不要试图 让儿女像幼儿一样 试试听自己的话 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随着心理的成熟 都会逐渐形成独立的人格 和自我判断意识 如果过分干涉儿女的生活 只会让儿女对自己敬而远之 难以安度晚年 从上所述 老人晚年的幸福 其实并不取决于是否与儿女住在一起 而是在于用何种方式与儿女相处 儿女长大了 有自己的观念与生活 老人这个时候 就不能再强求儿女与自己 成为一体 同时 老人也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老人对儿女多一份理解 儿女对老神多一份包容 彼此尊重才能和谐共处 才能获得幸福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